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起乔的朋友不客气 面对长辈要有力 这都是基本道理 李芝芭 李芝芭 有力 无力量 好饱哦 大致你今天都没有吃 汤都给我吃 我才知道你原来吃那么多 今天的分量算是少的咯 啊 不过大致啊 我真的觉得你不用 郭宝说你胖就要减肥 他那种人就很爱开玩笑啦 可是我真的有变胖啊 郭宝说我只要一坐下来 就会有救生圈欸 真的吗 试试看啦 啊 好像真的是欸 不过郭宝说你大到 居然会把后面的头给挡住 这太夸张了啦 那你在那我后面试试看 好啊 怎么样 看得到前面吗 呃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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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巧你不要再安慰我了啦 我决定了 我要减肥 那你要怎么减肥啊 当然就是少吃多运动 喂 真巧啊 你不是大智 要减肥吗 怎么你比他还卖力呀 好 Battlefield接着就可以 跑跑虾拉自己来冰瓜 這是大事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真巧 听爸爸说 爸爸以前小學的時候也不高 還挨妳媽媽半個頭 後來是因為國中打籃球 國三那一年就長了十幾公分 真的嗎 媽媽就在一起 爸爸還沒講完 妳現在才小學五年級 妳在著急什麼東西 妳還沒發育嗎 可是爸爸 郭寶寶一直笑我是矮冬瓜 連星星最近也都笑我是 他比人家 好了 真巧 好 真爸爸好 真巧 我開玩笑的啦 他比人可是魔界裡面的主角 說妳是主角幹嘛那麼生氣 最好是好就是 好啦不要吵啦 難得今天有機會大家一起運動 我們就繼續打球吧 來 快點 我做裁判好 道次啊 道次 妳怎麼了 有舒服嗎 沒有啦 我只是覺得有點累而已 真巧 道次今天好像沒有吃營養午餐 都沒有什麼動耶 有啦 我有吃 大志啊 要減肥可以 不過健康一定要照顧好喔 不會的 沒問題的啦 爸爸 我的長高計畫跟大志的減肥計畫 一定會成功的 加油 好 那我們繼續打球吧 大志妳休息一下 好 好不好 來 我的裁判 這樣就開始了 好球 如果我跟何守正一樣高就好了 如果我跟何守正一樣瘦就好了 你們幹嘛那麼羨慕他 大志妳真的連一口點心都沒有吃耶 不要這樣 別這樣 不要這樣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們欣欣欣妳不懂啦 又高又瘦才是會打籃球啊 妳看那些籃球員 有好多女粉絲在旁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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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女生一定覺得 男生又高又瘦才是會打籃球才夠帥 如果我們跟何守正一樣的話 郭寶就不會再笑我們了 你們幹嘛那麼在意郭寶的話 男生又不一定要長得又高又瘦才叫做帥 如全你們在這邊一直愛聲嘆氣 也不能長高 也不會變瘦啊 也對 我們不能偷懶 要努力 大志中 我們就去打籃球 天啊 男生真無聊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 九八 大志 我夢長高 怎麼樣的啊 春秋 站下來 好棒喔 怎麼樣這樣 英雄狗 我要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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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巧 你來幫我看一下 快點快點 來 快點換你 怎麼樣 一用肥 一用肥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出走 一百 不知道我有沒有變瘦 大志 我背你 不行 一樣沒有變瘦 來 大志 幫我看有沒有變瘦 來 快來 來 不可以作弊 怎麼可以啊 一樣矮 可惡 快點走 快點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四 二十四 三十五 一百零十六 Saya 交給我 一百零三 床 哪有 騙你的 回來了 你看媽媽好 好 大志 大志怎麼了 你一定是減肥過頭了 我看你今天 營養午餐一口都沒吃 我想要趕快減肥 大志 減肥這種事情岌不得的 尤其是飲食一定要正常 千萬不能不吃 你看你現在還在發育 如果不吃東西的話 不但營養會不足 而且腸胃也會壞掉 這媽媽剛好買了麵包 先吃一點 嗯 媽媽我也要 好 謝謝 慢慢吃喔 大志 你現在吃東西 一定要慢慢的來 不可以太急 因為你剛剛已經餓過頭了 小心吃過量喔 來來來 這媽媽告訴你們 嗯 這媽媽知道 你們現在呢 一定很不喜歡人家 說你們矮啊 或是胖啊 可是其實你們 根本不用在意別人 怎麼批評你們的外表 只要有自信心 就會好看了 這媽媽 現在班上很多男生都傻傻的 都覺得自己一定要跟那些 明星球星一樣才叫做帥 班上很多男生都學他們的造型 頭髮啊 都一定要抓著那個刺刺的 你們女生還不是一樣 很喜歡學蔡玉琳 嗯 其實啊 每個人都會希望自己好看 不過 並不是說 一定要跟明星一模一樣 才叫好看喔 只要你懂得 針對自己的個性 去發揮自己的特色 再加上自信心 就會好看了 對啊 大志 如果你突然變得很瘦 這樣子就不像以前 看起來那麼親切 那麼可愛了 反正啊 最重要的就是 你們現在都還是在 發育期的小朋友 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 飲食的平衡跟身體的健康 懂嗎 其他的事情就慢慢來囉 而且大志 如果你要減肥 應該也要先戒掉 那些零食飲料 還有油渣類的東西啊 嗯 星星說得很對喔 你們知不知道 食物片的洋芋片 就等於半碗飯的熱量耶 如果你一口氣吃掉 一百公克的洋芋片 你就要很努力的跑啊 跑七十七分鐘 才能消耗得掉喔 我知道了 我以後不會再吃洋芋片了 那我可以再吃一塊麵包嗎 很有吃嗎 嫩嫩 郭寶現在不取笑別人了耶 真的喔 為什麼 他實在太愛取笑別人了 很多同學都做他不滿 然後他今天很白目的笑 星星的眼睛小 星星就說 還不看看你鼻子上的大痘痘 哇 星星真的太猛了喔 對啊 不過呢 我覺得郭寶也是因為 發育得比較早 所以才會長痘痘的啊 爸爸 我跟你說喔 結果每節下課啦 郭寶都在那邊照鏡子 而且還在那邊擠啊擠啊 我大概都在那邊偷笑他 欸你們這樣子笑他就跟郭寶犯了一樣的錯誤囉 嗯 而且再過不了多久你們也會想鬥鬥耶 你們應該記取校訓不可以隨便笑人家的喔 哎呀沒想到發育期的煩惱這麼多啊 才小學已經要有這麼多的煩惱 你忘了你當年有多少煩惱啦 因為那個時候你挨我一個頭啊 所以永遠坐在第一排 投籃比賽也都輸給我喔 你媽媽那個時候還到處幫你找什麼轉骨湯喔 喔 我怎麼不記得有這種事啊 當然有這件事情啊 你記性很差喔 沒有喔 有 現在的孩子啊都很早熟 很多五六年級的孩子已經開始注意自己的外表跟身材 可是孩子們的生命觀往往受到媒體的影響 覺得一定要像明星一樣才叫好看 有些孩子甚至會開始想要減肥 卻跟大致一樣用了不恰當的方法傷了自己的健康 其實美的標準不一定這麼知識化喔 應該要教導孩子們找出自己的優點 學會更喜歡自己 有自信自然就會好看了 而且也不應該隨隨便便的取笑別人的外表 就像我會提醒曾巧要記取孤寶的教訓 也就是要做到禁死與說的 把他人拿來做自己的禁止 看到優點可以自我鞭策 看到缺點則自我反省 在古代的紫月村啊 誠良哥哥 誠良哥哥 咱們去哪玩啊 你不能叫我哥哥 誠良哥哥 這是為什麼 誠良哥哥 你聽我跟你說 你父親叫我爺爺書公 所以我跟你父親是同輩 所以你應該叫我叔叔才對 明白了沒有啊 誠良叔叔 咱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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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上哪玩啊 誠良哥哥 家裡就我一個孩子 在京城都沒人陪我玩 所以我想多認識新朋友 想認識幾個新朋友 這還不簡單 我們可以看一下 走 跟我走 你是鄭淤淤的兒子 你從京城來的吧 對呀 苦瓜叔叔 你好 你叫我哥哥就好了 不 不能叫哥哥 我爹叫成良爷爷叔公 所以我得叫成良叔叔叔叔叔 苦瓜叔叔跟成良叔叔是同学 所以你们是同辈 我得叫苦瓜叔叔叔叔叔 听到我头都晕了 你喜欢叫我什么就叫什么 不过直接喊我苦瓜不是更好吗 好香 这是我们家最出名的臭豆腐 来 我来弄两块给你们尝一尝 那可太好了 我早就想看看臭豆腐是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我看你啊 还是不要看了 臭豆腐只能吃不能看 你看就不敢吃了 知道不知道 为什么 你不知道臭豆腐为什么这么臭 因为他是用马尿腌的 不是 我们家的臭豆腐是用稻草和现菜浸做的臭卤水腌的 你不明就里就别乱说 每个卖臭豆腐的都会这么说 但是真相是什么 谁知道 谁知道 我 丽皮钢叔叔 您跟我爹一样是大夫 我哪敢跟你爹比 对 对 对 他怎么能跟你爹比 他的豆腐 这只普通伤风感冒 一驢马还行 这其他的 你就别开玩笑了 知道吗 不行 他不行 你 怎么了 要不然 我爷爷生病 为什么皇上还要请你爹来帮我爷爷看病 怎么不直接 找他跟他爹 差多了 郑康 你看这个女孩 可奇怪了 一个女孩子不好好在家学女工 竟然去学堂上课 你说奇怪吧 去学堂上课怎么了 女孩子读书 有什么用 就拿她来说 功课那么好 还不是一样不能考科举 说穿了 也只是白白浪费父母的赢了 走吧 我再带你去认识其他的朋友 走 欲不折 不成器 人不学 我求学不知意 我求学是为了学道理 你们听到了没有 成龙 排胖 来 这是我侄子 郑康 去 坐这儿 好 我 我 想来点什么 当然是先来两杯好茶 茶 茶 马上就来 正康 正康 你想吃点什么药 我亲自下厨给你做 对 听说你上回做菜 让班上同学都闹肚子 我身体不好可不相貌这些 你还是叫你们张路头做吧 大排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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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你的马已经拴到马轿里了 我说你去吃饭 诶 陈凉 你们来这吃饭 是我们班的阿狗 他是我们班功课最差的 不过也难怪 他整天就是骑马射箭的 我那是要考五局 考五局 我看你八成是为了玩 阿哥叔叔好 我叫郑康 郑康 大牌炮家的饭菜好吃吗 还有 耗在哪 一般般 大牌炮 送两根牙签来 好 这小小的年纪还要牙签 郑康 来 踢踢牙 什么人 谁知道 欢歌得住 信歌迪刃烟 银着有功 公则说 有小猴 别害怕 它是我们自己养的猴子 可乖了 它不怕人家 不怕 它喜欢跟人玩 你抱抱 抱抱 来 抱抱 好玩吧 毛茸茸的 跟我家那只蟹螺猫一样 程良叔叔 我可以把小猴丢出去吗 我家的猫不管怎么丢 它都会四脚朝地 不知道猴子会不会 这么神奇 好 那我们来试一试吧 来 成良 成良 各与其党 观过 思知人矣 嗯 你得先观其过 才能知其人 是 小猴子 快下来 快快 快给我下来 小猴子 快下来 听见没有 快下来 下来 你这孩子怎么做相如此啊 爹来帮叔公看病 这是人家的家 你呀 得懂礼貌 程良叔叔说了 这样才像大爷 做人要学君子 不是学大爷 你给我下来 昨天你吃饭的时候 还当桌剃牙 毫无遮掩 前天你竟然还问爹 怎么不抽水烟 你到底哪染的一身毛病啊 程良叔叔都是这么说的 又是程良教你的 他教你的都学 那爹教你的呢 爹教的 我也有学啊 爹不是让我要听程良叔叔的话吗 以人为美 择不处人 焉得知 再这样下去 你以后怎么教啊 程良 程良 正康 正康呢 走了 还是晚了一步 本来我做了个竹蜻蜓 要送给正康的 他们京城啊 好吃的好玩的可多了 还差你这竹蜻蜓 程良 你知道正康为什么要回去吗 谁知道啊 谁知道啊 本来他爹说好要住久一些的 可是现在突然变了 说走他就走了 我告诉你 其实都是因为你 你别瞎说 你想想 你都带正康去做了些什么呀 还有 你对我 对大排炮 对驴皮糕他们 又说了些什么呀 你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正康了 真的 真的 孔夫子说 德不孤必有灵 有道德的人 一定会引来很多的人亲近 可是你呀 不但没有让正康见贤思齐 反而因为你没有做好榜样 把人给吓走了 哼 子曰 德不孤必有灵 孔子说 有道德的人 不会孤立 必定会有至同道合的人 来亲近他 孔子在这里讲的 不仅仅是一种人生经验 更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规律 强调的是 个人的修为与努力 正言上人说 一个人要先点亮自己的星光 才能引发别人的星光 人要真诚才能领导别人 待人要以宽大的心胸去接纳 包容才能普令一切众生 都容罩在大爱的氛围中 告诉世人可及福利能的人 恩恩远远有你的 就会化解 纷纷乱乱在你的全界中一切 许多爱上有你的笑容扶贫 更多理想在你的目光中牵地 春风吹向昨天的风铃 吹动了我的心 心中盛开明天的风景 恩恩远有你的我 同行 恩恩远有你的 恩远有你的 恩远有你的